老小姐在DR醫療集團購買了1萬多元的美容療程 大部份都未完成 當她向DR集團查詢盛低的療程時 職員叫她去美夫DR Reborn分店 當她去到分店時 職員要求她在明年1月前簽署同意書 將現時所有療程和服務轉移到DR Reborn 你簽了張紙 我說為什麼要簽 因為你要來我這間公司做理 就要簽了這張紙才行 然後她說你這間公司都不是DR 我說我為什麼要簽給你 然後她說我對你這間公司沒有信心 然後她說你簽了先 如果你不簽就不能做 老小姐拒絕簽署同意書 而DR也沒有再聯絡她 楊先生的太太因為接受DR醫學美容集團 靜脈輸液療程後出現白血症 其後死亡 事發至今DR集團都沒有向她交代事件 她希望可以盡快為死去的太太討回公道 而協助他們的立法會議員 莫美娟說近日收到10宗類似老小姐的求助個案 她懷疑DR將顧客合約轉到另一間公司 是企圖逃避責任 生意都轉得給另一間公司 簡單說她沒有打算再營運 她希望警方加緊調查事件 盡快將懸空承之愚法 還死者和其他受害人公道 又要求集團交代事件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大熱門報導